影视歌3C的老牌港星许冠杰 在70年代可谓是红透了半边天 开创粤语流行歌曲风潮之余 也主演了很多部卖作电影 他以毫不娇柔作作的词曲 和亲和力十足的形象 俘获了香港歌迷的心 也为自己赢得了歌神的美誉 近年来已处于半隐退状态的歌神 却在牛年新春开始了连番的大动作 澳门金光综艺馆的演唱会舞台上 歌神上演了经典名曲大连唱 台下的忠实歌迷们自是反应热烈 台湾流行摇滚乐团五月天的身姿 也同样出现在金光综艺馆的舞台上 自学生时代组团起 五月天就一直坚持进行音乐创作 多年来积累下不少国语和闽南语的曲作 深受海峡两岸歌迷的喜爱 这次相亲相爱澳门演唱会 乐团的五名成员轮番上阵 与台下观众进行亲密互动 瞬间激发了歌迷的疯狂 难怪他们会被人誉为亚洲第一天团 歌神许冠杰天团五月天 看来好音乐就是让歌迷们心醉神迷 顶礼膜拜的力量